我们之前没有遇到异象 没有看见异象 我们没有活在异象里面 我们以为我们很圣洁 但是跟上帝的圣洁相比的时候 我们以赛亚被神的圣洁比下去了 所以他说 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 他看见了自争的问题 他看见了说我是一个罪唇不洁的人 他不仅看见罪的严重性 他对罪很敏感 他感觉到罪侵犯 侵蚀了他的生命 他敏略地察觉出来 人的问题就是 哎呀 我爱 我am ok 我没有问题 罪 人是没有完全的 我们人是软弱的 偶尔犯罪一下 不会死的 上帝也会原谅我们的 一个领受异象的时候 他的态度的罪 对罪的态度是有所分 有所改变的 我相信 以赛亚在当时的社会 不会比一般的大众还坏 因为他是先知 他是一个全世界的工人 他不是坏的一个人 他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 可能有良好的品德的年轻人 可是那一天 以赛亚看见神的使者 高举主的时候 他看见神的圣洁 对自己的 就格外的敏感了 我们夜市以主亲近 亲密的同行 我们就对罪的感觉一来也敏感 我们怎么可能跟主一起同行 能不能对罪 你的阿爸没有拉撒 那一种感觉都没有吗 这个我就是问一个很大的问号 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快的悔改 我们会对罪妥协 来啦来啦 我慢慢来嘛 我慢慢减少啊 妥协 我们会觉得十分的难过 极其的忧伤 当我们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立刻感觉到 出来我们要悔改 继续跟主同行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 因为他让罪来掌控他 他不是让罪来掌控他 他们最大的进步 成长的最大的拦阻 是因为他认为罪在他身上 他不愿意放弃 以赛亚晓得 他的罪在追寻上 他们是寒无亲 寒无的人还记得吗 来我再讲一次 什么是罪 却不是说 主耶稣求你 言论我从头到脚 所犯的罪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不是 不是寒无情的 再次的意思 真正的认罪 所以上帝认为那个东西是错的 上帝感动你 这个东西是错的 上帝 别人 假如我不看报纸的缘故 别人看没有问题 那是别人的事情 上帝对我的要求 我不看报纸 报纸对我来讲说 我在浪费很多的时间 我就放掉 这个是罪 我认罪 我毁改了 我不懂 但是有些人 他明明知道 那个是罪 但是他不愿意放弃 原来 神